除了全家大小的健康運動要注意之外 女主人更是要留意 所以太太的身體狀況呢 身體狀況就因為公司上可能被招到排擠之類的 拆解 然後可能導致她有憂鬱症 很難打 很難打 哇 很嚴重 嚴重 換一個工作做啊 對啊 不一定要在那邊 對啊 為什麼有氣 就換了還是一樣 換了就換了三個工作 真的啊 所以都不適合 都同事之間都相處不好 相處不好 那有看醫生嗎 有看醫生 所以現在在吃藥控制 嗯 對 那有比較穩定一點嗎 嗯 對 我覺得有時候藥要吃風水也要改一下 雙管齊下 然後大概要再找一些出口 對 對不對 我為什麼聽到憂鬱症 你都會癢起來 怎麼都癢起來 很熱 哈哈哈哈 我覺得因為 對 你想不開嘛 想不開才會一直糾結在那裡 有時候真的就是帶她去露營 對 都放寬心 還有她喜歡露營 你要嘗嘗跟她一起走一走 對 就是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不然我在這裡不是白天的 對啊 都會癢起來開 其實照包廁呢 我們先解決一下她這個問題 是 其實像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當然掛一個門簾呢 可以除了稍微化解 那我們之前有教過大家 其實在牆的外面呢 可以貼一些蓮花圖啊 有沒有 就是蓮花出於你的不染嘛 有清淨的作用 雖然除了掛蓮花圖之外呢 裡面可以多種一些綠色的植物 例如說黃金梗 狂破除這個晦氣 那廚房呢 因為不通風的關係呢 那你看她都有實質上裝排風扇 我覺得這個都是對的 正確的做法 那無形的運勢上呢 我們當然可以在廚房的正面呢 這個地方 例如說櫃子上面 我們可以貼一個石像自在圖 它就是在化解地水火風的不合 例如說我們這個地方火很旺 然後呢水火不調的時候 貼個石像自在圖 就象徵把這個運氣改善一下 然後呢裡面呢 爐灶上面當然也可以放一支銅錫磷 化解火煞 所以有兩種方法呢 提供給朋友參考一下 OK 對啊 這還沒辦法 最好就是以後重新 對 隔間了 就把它隔開 那還有呢 它還有一個爐灶的問題 就是造成開了窗 是 對 代表柴火不穩 所以呢 整個家庭的收入呢 就很容易呢 除了不太穩定之外 也很容易沒辦法聚到錢財 嗯 那這怎麼辦呢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它已經雲夠悶了啦 如果說可以在爐灶的這一段的窗戶呢 可以稍微把它貼霧面的 不要這麼透光 這樣是好的 但是還是可以保留它可以通風啦 偶爾通風是好事 嗯 但是呢 平常的話把它貼成不透光的那個梗嘛 嗯 對 然後像水龍頭水 直接一直往那個後陽台 後陽台流出去啊 其實水龍頭往後陽台流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代表說呢 爸媽的消費 就是整個家庭的消費 都會到小孩身上 對 對 我也女兒很愛買東西 或者是花錢花在女兒身上嗎 她那女兒很像 女兒現在幾歲 現在六歲 六歲 因為她不能帶她出去玩對不對 對 常常帶她出去玩 買東西給她的東西不像多 我為什麼越看你越像康永哥 蛤 有人這麼說 真的 真的 別心了 學一下看我一個 我下巴 哈哈哈哈 還是令你很像耶 哈哈 謝謝大家好 大家好 小孩子趕快跟我開親 好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害羞 你還要做燙 對 這麼燙喔 好燙喔 對 喔 對 突然你後面是冰箱耶 那個太冰了 對啊 喔 這很熱 你摸這裡 喔 對 這散熱的地方在這裡 就整面 對 對啊 喔好燙喔 啊東西都放在上面 其實喔 它這個呢 冰箱怎麼放這 這冰箱放的位置呢 也真的是兇喔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 它本身的格局照報社 就會影響健康運了 那還有呢 它這個冰箱呢 剛好靠廁所的那一面牆 然後它的冰箱門打開呢 剛好跟這個廁所的門 又離很近 代表什麼 吃進去的東西 冰進去的東西 全部都是會氣 所以會氣進到體內呢 就會形成就是吃藥食不停 而且你看它這邊 吃藥食不停的會正面 因為你看看這裡 就我們今天有教過大家 其實呢 你的瓶瓶罐罐 尤其是藥瓶 要冰起來 不要把它外露出來 因為它也是一種現代的藥冠商 好像無形當中就會提醒自己 我要生病了 我要吃藥了 它就是一種這樣的概念 它也是在提醒 不要忘了吃藥啊 吃藥 而且吃完了之後 對啊 就不需要 再放很久了 而且要放到廚房 這樣開放的一個空間裡面 而且就太多聚集了 這也是一種現代的藥冠商 所以還是把它收藏起來 在櫃子裡面是最好的 而且可以丟了就對了 都掉了啦 你們那麼多瓶落殼幹嘛 而且呢 其實它後陽台呢 也藏了一個風水的煞氣 會造成它小孩生病不斷的原因 啊 這個小孩子的藥啊 對啊 後陽台有 對 還有一個煞氣 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在耶 你找到嗎 後陽台看起來是小小的 在收得很乾淨啊 是跟那個瓦斯爐有關嗎 瓦斯爐是掉在外面嗎 是 還是外面有什麼東西 外面外煞嗎 對 這個呢 就是要出去看看外煞了 小孩子 哪裡啊 哪裡有外煞 你看 剛剛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起居空間是不是 黃在一個天斬煞 對 但是呢 它這一個大樓呢 剛好用一個壁刀 斜切到它的後陽台 哦 所以呢 等於說 它壁刀 淋立在它的後陽台的空間當中 然後其實呢 又從它那個天斬煞的角度呢 直接切到它的廚房 跟它的起居室 所以第一刀加天斬呢 造成它這個小孩 還有家裡的鄰居住人 不斷的生病 雙倍的一個殺氣了 所以我們就放一個山海鎮 就可以幫它做化解 哦 對 山海鎮就對了 因為剛好它 那個山海鎮呢 不會對到它的鄰居 所以呢 它剛好對到是這個建築物的牆壁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面對這個殺氣 掛一個山海鎮 哦 好 我想 你主問應該有人氣吧 有 哦 怎麼會這樣 對 造包房 除了影響健康 更造成情緒容易起伏不定 影響出外人際關係 通常不宜睡人 除了重新隔間之外 可以在房門外 加裝門簾做阻隔 來減緩油煙及火氣 而前後陽台空間外推 使得氣場不易流通 導致家人大病小病不斷 更常有莫名的精神壓力 最好盡量保持窗戶暢通 並可在廚房天上 並可在廚房天上十項自在來管核氣場哦 這裡嗎 對這裡 哇 你們夫妻好有情趣哦 對 怎麼說呢 這個晚上都在這邊要畫啊 有心動 哦 是怎麼樣 祭次嗎 小朋友畫的 哦 所以小朋友是睡這裡啊 小朋友跟我一起睡 哇 這個坦白講 這個房間看起來就是冷冷清清的 冷冷清清後面就要講 淒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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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淒哦 對 接這個啦 對啊 他有一點點 你光講說我們這邊會有點 看到大門 看到大門 其實就睡不好了 沒錯 他就剛剛講他頭痛 我覺得間接有點不想法 其實就沒辦法安眠啦 好眠 因為其實像這樣的話 直接看到大門 這個氣口直接重 其實它會造成就是說 雖然裡面的人不安穩之外呢 也很容易造成有爛淘花的影響 小人是非啊 等等 爛淘花 你 你 一定有 點點點 跟我說半夜班 你知道 這是晚上 對 陰陰厭厭 客人喝醉了 對 對不對 找你進去 搶一手菜有 沒有 菜剛有 沒有 沒關係 你要講蘇永康是有啊 對 蘇永康的是不是 對 男人不該讓女人太累 對 不是啦 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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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啦 你怎麼不該讓她一首 你先來一首 第一句 你說我讓你 你說我讓你 看不清楚 你先來 你說你害怕 你現在整邊 老公 你說話要關起來 他對著你唱 哦 他在唱情歌的感覺 真的嗎 但是我都覺得 比兩夜無神 我是覺得他眼睛 都有一種淚汪汪的感覺 有沒有 可能是上夜班太累 夜班啦 對 夜班 因為 日夜電倒 日夜電倒 其實長時間 本來就會對乾 很多好 其實我們兩位組織 眼神都很有貴氣 我們有貴氣嗎 有啊有啊 蠻貴的 買一夜比較貴 做一場秀都會蠻貴的 我最近眼睛就是會有沒有就是哪裡有真照就是說我被困電梯啊 我會叫阿姨啊 你懂嗎 我最近有一些莫名的事情 其實大字話小小字話 我太歲年都會這樣 哦 你有犯太歲嗎 對 有犯太歲啊 哦 啊 我也犯太歲 其實太歲年呢 有一些小障礙來的時候呢 你要很開心 以免呢 你隔一年呢 有些太歲年呢 過得很好 他隔一年呢其實反而會很不好 哎呦 所以其實你今年有一點障礙是好事的 哦 對啊 而且其實呢 剛好佩生姐搬新家嘛 對不對 其實這個障礙來的時候呢 剛好有個新房子呢 有個新氣象 所以呢 今年呢 新的機會也會多 然後呢 障礙雖然也會來 但是障礙是小的 大事發小 所以是好事 像她面相都很端正 其實一個面相端正 眼神被破壞掉的時候 真的就很可惜 那她要怎麼樣把那個眼神繳回來 我知道 碰白一天的班 嗯 但第一個生活做起來要正常 然後 對 然後第二個呢 我覺得眼神可以被訓練 嗯 例如說你可以照鏡子有沒有 然後一直去從鏡子看到自己 然後訓練眼神的堅定性 眼神堅定找回自信 縱橫之場 無往不利 運勢呢 有五顆星的朋友呢 生肖屬虎 屬馬到屬狗的朋友呢 你的運氣呢 非常的好 因為呢 你投資有望喔 所以呢 多多留意 投資理財訊息 會讓你財運很通喔 加碼的部分呢 就是財運最旺的生肖屬虎 事業最旺的話呢 屬雞的朋友 桃花最旺的 是屬兔的朋友 是屬兔的朋友